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套 位置是曼达商圈 行路到曼达的话 5分钟很近的距离 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 单价只需5000多元 带装修 家具和家电全部给你 总价只需55元 做生账 沾一些 大红筋 切片 切片 切得 洗 切片 洗 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亦都可以做低首期 直接贷款的话一个月 月供的话就2,200元 在这边曼达来说三房的 你可以出租出去最少是租1,500元 这个小区来说是比较旧的一个小区 1、2、3年左右的一个小区 但是这个业主是保持得非常之好 全屋的一个保养是非常之干净 好企正的 就看不出他住了十几年 稍后就过一过给大家看 这里的话它就属于一个旧小区 还有它这个是一升两伙的 是小高层 说好听一些就是小高层来的 说好难听一些它就是楼梯房 只不过自己就加装了电梯位在这里 一升两伙 总高层是九层的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九层这里 但是楼上还是有一个天台位置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太热 有升级的话 你不用担心要爬楼梯的那些 当然来看看这间房的环境是怎样的 我们先从门口给大家看看 这个一升两伙是怎样的 一梯两伙是楼梯的那一梯 但是这边的话都是有一个电梯位 是的 这个电梯位楼上就是那个天台 有一个天台 你可以因为你自己住在这个最高层的话 你可以上去浪一下被子 或者种下花草 正常下边的人都不会上来的 所以这一边的话都是属于你自己用的了 我们进来看看 这边的话它就做了三房 三加一房一个格局 格局就不是很方正的 我们先过来看看这个厨房 但是空间其实也是挺大 这个厨房空间其实够小大了 彩光也非常不错 它其实是一个南北通透的一个户型 只不过它这边又刚好有栋墙遮住了 它就不是完全是南北通透 但是两边窗一开的话 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流 空气对流 这边是朝北向的 彩光是非常之不错 这边的彩光 这边的房间小了一点 你如果是家里有样子 猫猫狗狗 其实这间房就给它做一个 宠物房其实都OK的 用来摆植物的话 其实也摆不太多 我们过来看看其他间房 这边是一个餐厅位 这个餐厅也非常之大 只不过它就不是说跟客亲一体 它是属于一个动静分明区 你这个厨房在那里煮完饭菜 就拿到这边 这些櫃 酒櫃 这些草物櫃 这些櫃都帮你做好了 我们过来看看这个 餐厅 不是 这个客厅 这个客厅其实都是很多年 没有回来住过 不过它保持得非常之好 你可以看到 都会用一层膜来保护住 但是一看就知道真的很骯髒 小小碰 一一一就很骯髒 这些瓷砖 它全部都是黏在上场 所以看起身就会觉得很新正 过了十年八年也不会很旧 只不过你自己会体验 天花吊顶也是很新 也看不出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一个小区 因为它保养得非常之好 全部都是瓷砖上场 我们过来看看这个阳台位 这边是潮南向的 它是暂时打了一个窗链 就不能拉过 我出来给大家看看 右边的话 这边就是一些村民楼 这个是西区的一个移民村 村民楼 左边过去的话 就是去曼达方向 从这条路过去 就是这几栋村民楼 楼下就属于曼达 所以这边行路过去非常之近 五分钟可以到 你平时的车停在楼下 不用停车废 行路过去都比你开车过去 说真的 因为曼达那边就有些塞车 我们过来看看房间 来 房间的话 它就加了这个房 是有四间房的 但这间房你可以不计算它 我们先看看这个 第一间房一个客房 哇 很多纸皮 这间房的话 彩光亦都非常不错 都是潮南向 只不过它现在摆一些东西 太多太疾乱了 到时真的要的话 它会找一些医生清理它 这些全部都不要 你整个床 还有它的衣柜 也都帮你做好了 Milu座其实都是旧小用的 衣柜也都是非常干净 非常新的 看不出有些历史 我们来看看这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儿童房的了 它做了一个上下床 全部都是这些保护住 都不会说有灰尘的那些 这边是潮北向的 潮北向的话 彩光亦都非常不错 这边走下去的话 走过去就是那个 曼达广场的了 从门口这边走过去 就是一个曼达广场了 这个房间就不是很大 有些小 但上下床 小孩子睡是够的 主人房就很大了 我可以看看主人房 这里是潮南向的 两米的床完全都是够小用的 不开玩笑 看是很大 九十几个房做四房 这个主人房也挺大 这边都是一个潮南向的彩光 彩光都可以的 这些柜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衣柜 从这边是这边过来 看得出这个衣柜是超级大的 放很多东西 这样的床也都可以 这里还放了一个BB床 你切走它的话 你想最早放大一点 这里也有两米的床 不止米笔 这里有两米的床 所以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它基本就是全部业主不要的了 你要就拿去 不要就全部扔掉它 这套房的价钱 亦都是非常之低的 价单折起来 五千七百多 月供的话 两千二 你首期只需要给三五万左右就可以了 你要完全零首期 不给一分钱都可以的 你的贷款就多一点 都是两千多元 在曼大这边来说 它租三房 还有它属于四房 最少都是1500元的月租 它这个月租 十年前都是1500元 现在仍然是1500元 所以它没有跌也没有涨 只不过货币膨胀 人民币就觉得不值钱 但1500元的话 租这个曼大商圈这边 其实都可以的 稍后阿们就去园林 过一过镜给大家看 它这里就不是人车分流的 它小区就显得旧了 但是入住率这边是非常之高 好 稍后见吧 这里就是它一个园林 这个小区的名字 就叫秋谷阳光里 都是秋谷集团的 好像我之前海山活 风谷天使 它都是秋谷集团的 所以它当时的秋谷集团 是非常之稳定的 本地一个开发商 在这边的楼盘是非常之多 小区可以见到 它就是一个旧小区 但是原南其实都还好 只不过这里不是人车分流 电动车全部都是这样 一楼花园里面拍住的 还有小车是那边拍的 所以如果老人家小孩在小区里面玩 其实就是会有一些风险度在这里 这边是有几个门的 这个门就是刚才我们指的 马路边这条门 我们混一混镜之后 我们出去吧 你过一个镜子 掃一掃就可以了 圆南就不大了 圆南就比较小一点 我们就出来看看这边 出来这边 还有信箱这些很多 上次有个客人 他就说 为什么他们的小区这么新 十里难探那边的小区 为什么都没有信箱 我说 你现在要信箱 也没有人写信给你 是吧 都是得个摆字而已 我来看看 这是另外一边门来的 他这个门 说这几栋子 其实都是属于他们的小区 都是属于这个秋谷阳光里的 只不过它有几期几期的那些 我之前我在海生会上班的时候 总部依然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经常过来 但我到现在还没回到 几栋子几栋子 太多栋子 一栋子都有几个单元 最多到五单元 这里的早餐店 蛋糕店 其实它全部都有 楼下的这些 冲水洗澡 都是有的 下面这些店 没有几间空住 在曼达来说 这边商圈的店是非常旺的 你不租就有人租 所以不用擔心下樓沒有東西購買 便利店、士多這些全部都是有的 直行就是到萬達廣場 萬達廣場是一個後門的位置 走過來其實是非常之近的 吃飽可以散步 然後慢慢走到萬達廣場去 萬達廣場是非常齊全的 食、學、玩樂全部都齊全 只不過看你需要不需要每天去到那邊 不需要的話樓下這些都可以滿足得到 你過一過這邊一個店舖給大家看 店舖全部都有開小的 它不會說有間收拾的 只不過它這些小區都是比較小的 你看它的動數全部都是這些 比較矮的動數 最高都是九層十層左右 這裡這一塊全部都是他們的 都是秋谷陽光里 牌子寫著在這裡 這一期阿門就分享到這裡 阿門稍後再拍一套 都是秋谷集團的二手相片給大家 就是拍兩條片相片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